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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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邮里人们的支持 你的支持 好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佛学的最重要的那种观点 界定 你没错 那道路一直是往前走的 路是没变的 法门就是工具了 那如果是个法门是石桥路的话 你还在摸索 你理路上不圆满 界定上不圆满 如果你界定上已经快透了 慢慢逐渐逐渐知道 那个灯就在前边点着 佛学的最高之下 剥弱之后就在前边挂着 冲着它往前走 剩下的都是工具 就抬不上有一门深入 还是十门这种花样了 没有这种分别 首先你应该破的就是 你不要认为自己是什么样 不要认为自己一定是什么样 就是说你会不断地别 你会不断地 你是无常的 你会不断地变成这样 但你变成任何别人认为的 你可能变成这样 也有可能变成不在别人的 就是说这个世界人怎么认为你 可能你最多也就在这个范围别 但你可能在这个范围别 你别的范围更宽广一点 我觉得都不重要 不要来常人的那种理念来认为你应该是什么样的 你就不会纠结 比如说我去穿衣服 如果所有的人都 这些人都穿衣服是个很 穿个衣服嘛 扣个扣子嘛 这有什么不妥 所有的衣服都会 所有的人都穿穿穿穿就很快地穿上了 你首先认为这是对的 穿不上是对的 因为你穿不上 因为你穿上衣服的时候怎么也扣不上扣子 是不是 我说举个例子啊 那首先 问题不在于你穿衣服慢个快 是认为 你首先认为他们是对的 然后你这边就开始很难受了 因为你扣不上扣子的时候 你就觉得 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不同 你就很憋屈了 你就跟不上速度了 但是为什么你不能先认为你是对的吗 说他们穿那么快干啥去呀 是不是 慢慢穿嘛 是不是 干嘛穿那么快呀 为什么你不能先这样想 咋过来 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在宇宙不同的地方 你要先肯定自己 因为有些事情是 瞧你自己啊 当然不是说你就是对的 他们就是错的 肯定自己不代表你是对的 就是说你就是那样的 有的时候差异太大了就觉得 你就错了 那就是差别太大嘛 是不是 差异太大只代表你跟他差异太大了 不代表你错啊 他对啊 也不代表他对你错啊 如果有件事情你办不出 说是 哎呀 我们就是去救下部队 我们去拉链 人家都穿上 哈 哈 哈 出去了 然后呢 我被那儿罚着 因为我没穿着背好包 没穿上衣服呢 那为什么不代表你是对的呢 那为什么你就没穿上 最后被挨罚了 就被牌子掐毙了 掐毙就掐毙了 是吧 那你就是宇宙不同的嘛 那只能有一个事情告诉你 只能说你不适合当兵 没有其他的任何原因 你这种行为不适合当兵 你可能是个翘舞的唱歌的 或者是做卖动作的 因为你卖 你可能适合做厨师 做弹琴 或者我适合裁定 因为财力不用动嘛 不用那么快嘛 是吧 那只能是你没找对 你适合你的工作而已 不代表你是错的 我觉得工作就是说 别人 就说我干三个小时 别人只干一个小时可以干 没关系啊 你慢啊 只代表你慢 啥也不代表 但是你很小快啊 是吧 那就是问题的这件 是你很小快 那就修炼这件 但是如果达不到 我觉得没什么 你说我实在不行 这个世界 所有的世界 那找到你适合卖的那个事情嘛 是吧 打着我觉得就挺适合你的 不是都慢嘛 大家都不是还要不要动嘛 是吧 我觉得你不是不做 你不是说你只是速度卖而已 因为你 其实你的问题正解在于 你一直是为自己应该快 我是男子 还我应该怎么样 你错了 你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就是那样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慢是正常的 对你快乐不正常 你就是慢的 怕什么呢 是不是 我觉得慢慢挺好的嘛 那些写得你多独一无二 你慢慢的怕啥呢 是不是 如果是说你很慢 但是生活非得把你放在人家比速度的一个环境里了 就比如说 人家都快 是啊 是啊 人家 是啊 你本来就慢 但是你一定去了一个环境 人家就是比速度的 你慢你就是 永远是倒数第一 那就热了吧 因果 因为我们无奈 你来到了一个比速度的时空 这个世界一切就是以速度为远的 你慢你就是倒数的 你什么也得不到 什么也没关系 那就认了 这就是果报 很慢 为什么掉到这样快的一个世界呢 就像蜗牛很慢 他不做蜗牛 他要做人了 那OK 人肯定比他快嘛 是吧 那蜗牛就凄惨了 是不是 那做他的蜗牛嘛 是不是 为什么要一定要 那慢就慢吧 是不是 那慢 我有你快做不了的事情 是吧 我欣赏路上的风景卖的人总比这个快的人看得清楚 什么那个小草怎么样 是吧 摄影 就坐在那儿去摄影 因为你能静 你就慢慢地去观察它 科研很多项目需要慢的 需要你的速度放慢的 首先其实问题不在于是 问题在于你老觉得自己是背的 这就是从小家里说 哎呀 男孩子妈 你要接墙 男孩子也不能哭 男孩子要快 男孩子你这事也搞不定 男孩子就要回修电灯 男孩子就要回丁凳子 男孩子就要做一切事 什么活也不敢 那你 男孩子还能不会 男孩子怎么就会了 女孩子就不会啊 这是这话说的 女孩子就会做针线 女孩子就要生孩子 女孩子就要会做这些 女孩子就会啊 为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大人的那种观念 其实你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很正常 所有的一切都正常 只是你内心不认自己 你跟别人比 你跟所有身边那些男孩子比 你觉得你不是 你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觉得他们能做的你做不了他 你就是比不上他 你就是那个心力起不起来 心中无力啊 越着急越无力 越着急越无力 我告诉你 我可以 你不是做那些事的 你不是那一拨人里边的 我告诉你 因为他们不同 你就是那样的 真的是可以 你要慢慢地从这里边走出来 重新定义你自己 尤其知道 而且你也会变的 将来你也不是你现在认为的你 或者过去认为你都不是 就是享受那个卖的过程 可以啊 你是卖的 为什么不享受卖呢 你是走路也来呀呀 为什么不享受那个状态呢 然后你是人家三个小时 你做人 人家一个小时 你三个小时 你为什么不享受那个过程呢 人家说你卖的时候 为什么他不享受这种评价呢 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你就认为是果报来了 为什么自己这么卖 投身到一个笔块的地方 而且找了一个笔块的工作呢 那就是自己果报里边的时候 那就面对啊 那承担果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说受苦受来 是当面对自己适合不适合自己的地方 到了自己不适合自己的环境和地方的时候 自己能有些自信 那也是 那也叫结强啊 那也叫刚强啊 结强就是那样的 就是能够保持住那种自信 因为自己不太适合那个地方 但是去了 那叫果报 就也是 如果面对自己弱效的时候 人家快要自己能保持住自信 那也是坚强 坚强地承担 承担这些东西啊 愿意承担自己这个失败啊 因为住地了 你可能去了 那真的是温柳哥 温柳哥兔子塞吧 肯定跑不光 那住地要失败 那坚强地慢慢爬呗 是 那也叫结强 那有的时候就说 像他们癌症病人说 恋观 就是说 病人他是不能等的 就是说 你有觉得那只能换工作了 你觉得如果有内疚感了 不是说我在那个工作 我觉得会耽误到别人的病情或者 那就换工作 那不适合你了 那只是坏坏地方工作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拍到其他部门 跟那个 复日啊 什么月长说一下 就是这样 你观察的细 你慢 但是你会很细心和细致 是很强迫的吗 强迫的 强迫 也不是 其实是你不知道你自己 其实你内在内心里边 有些东西很羞涩 你的力量没出来 你内心的力量啊 你压抑了你的爆发力 其实你也不是完全是这样的 你的爆发力也很强 但是你压抑了 你觉得不应该是那样的 因为一开始你发现 你跟别人不同的时候 你符定了自己 然后不断地自责 不断地自责 这个时候呢 你压抑了一种力量 那种爆发力 然后这种力量出下走 就是你把一股新能的力量 压抑回去了 让自己 其实让自己不对劲了 弄得别扭 不对劲 释放你的本性的东西 心性上的东西 压抑的太多了 你就羞涩怕啥了 但是你认为 男孩子不是那样的 男孩子不应该脸红 男孩子不应该羞涩 男孩子不应该那样看女孩子 或者那样看男孩子 所有的东西都 都是你压抑回去了 你忘记了 你的本来是什么 你按照别人的 灰地的那个样子 去塑造你自己 把你的身体失调了 做你自己吧 你做你自己会做的蛮好的 你觉得 而且不慢 而且爆发力很强 一点不慢 就温柔的快 挺好的 你所有的问题不是病 是心理症结 你的生理都是心理症结 目前 你这一块有个力量 能量 你把它封锁 先不要着想 不要去 我这样说 你不要第一说 哎呀我可能是什么 先不要 试着打开那个能量 试着去 不着想的打开 然后大家坐在那 我就是这样 跟天地合一 我就是这样的 让自己 让自己头脑停下来 看自己 没有 不要去用概念 概念个什么去 观察自己 让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跟自己在一起 看自己 听自己心跳的声音 听自己内在的呼唤 内在的声音 你在想 你在呼唤什么 你想干什么 听听自己 不管你有任何一种方式 来去关注 听听自己 嗯 你的身体 对你诉说东西 嗯 不要用你的头脑就是自己 你的身心 在向你诉说一些东西 嗯 说我是这样的 然后你能拿 你的头脑压制住 那种诉说 然后那个能量 就那样 嗯 就心理心理问题 嗯 这个你自己可以调的 嗯 但我看那种 很善良的人 也会令我震撼 但是那种 很饿的人 那种 也会令我震撼 就是那种 嗯 所以你不要认为你 比如说甚至男人 我震撼的能量是错的 先不要管它 带着欲望还是没带着欲望 你认为它是错的 其实你在压抑这些东西 嗯 先不要管它 先把它释放开 放空里面 就是先从头脑的认知转变 你头脑有很多概念 认知 更生蒂固的认知 我觉得 他都没学过之前好 所以我只会反而压起来 很多东西 对对 先不要管它 你是男孩 我是男的 女的 双性的 或者是我是佛 如来 凡夫 众生 或者是什么 所有的概念 都对你没意义 那些对你是垃圾来的 我告诉你 所有的东西 通通的偏气 通通的垃圾清理那些垃圾 通通的垃圾 通的垃圾 其实我以前也不断地清这种 就这种 就看命为一个项目 然后我就想把它 就是说 破破了 嗯 你破不了 先回来 先让那种能量回来 如果那种能量带着 带着 就算是黑色的一团能量 也不管 不要辨别说 哇好邪恶的能量 或者是好什么 就算它是什么样的不管它 就是那种能量里边 你不要管它红的黑的还是白的 记住力量就是好比记住超度 你的能量还不需要这个 你只是在别别正的错的对的正的错的邪的 你还是在界别 你那种能量没有它 它那就是恐惧 它自己恐惧那种能量 它恐惧它 它自己把它锁住了 压锁 你这种 你只是破分别而已 你要定 定些不定 你要止定 些不定 虽然你看到了 你看到的就是真的吗 听到了 听到的就是真的吗 不管你看电影还是看真人 你看到了真相吗 就是佛说是看到了实相 你看到了实相吗 也许我们看到了真实 人世界的真实 你认为那就是真实 它就是发生了这个杯子碎了 那叫真实 但是你看到了实相吗 写案里面 社科普二没看到 那就不行 你破的是六根 着相 一着相分别 马上本能的分别就起来了 就是你这种修正正常的修行 他这种是先要疗愈自己 先要把自己的能量 先做自己 然后你才在自己的基础上修 完全是完全不同的 先回来 回到你本来的能量里面 都自己合一 然后看看那个万劫不复到底是什么 不怕的 你如果恐惧的话 在修前 每天准备万劫不复前 先念念过神菩萨名号 先求求佛菩萨后侍 不要让我能让你出来万劫不复 然后去那样去感受到那种罪恶 先这样子 先多念佛菩萨名号 齐请他们的假期和帮助 让你回归 回归到自我 回归到你 你现在压抑着很多东西 你假假的 就是虽然你不知道你假 你都不知道 虽然你也表面 但是你知道里面有种能量是 但那也不代表真 但是要先回来 因为那个是你本的 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本来的东西 但那不是本性 本性是空性佛性 但是那不是本性 但是要先把那个能量打开 否则你身体不行 你打开以后呢 然后回到那个 然后才能从自己开始起胸 那个时候你才看真正的修行 才开始看到那些东西 你不要定义他 你甚至都不要管他那叫什么 不要给他起名字 甚至说不管生理心理出现任何问题 你不定义他 不要按这个世界人给你定义 你很正常 所有的出现的问题 你都把它先定义为正常的 对我他就是正常的 没问题 他不会出任何后果 你继续 继续修 如果不行 你再跟我说 没问题的 先从坐垫上开始 先从坐垫上开始 然后反省 然后去听自己的声音 然后看自己的 心肝脾肺声嘛 不就这些嘛 你是医生你能看到的 然后听自己心跳的声音 似乎听到了 你反正似乎听 你不定能听到 听心跳 血管流动的声音 你的心跳 你的心肝脾肺声在工作 你的肠子 你的腻尿系统 你的齐列腺声制系统 一个一个观察它 一个一个看它 跟它回来在一起 你逃避它太久 你在屏蔽这些东西 然后你在哪 你是谁 脏器是脏器你身 你在哪 你是谁 你跟它们是合一的 你为什么不想合一 你为什么不敢 然后回来 你跟它 然后你是谁 你是一种能量 重斥在每一个细胞里面 整个身心就合一了 你会知道那种能量 有多强势 那个时候千万不要对应 它是善的饿的 好的坏的 它就是那样的 就算它冲出来 没关系死不了的 从上冲 从下冲都不重要的 没关系的 从两边冲 没关系的 然后呢 如果着急 或者是恐惧的时候 你也难没关系 OK 没问题 就这么修 一早就念过 师父上美好 念阿弥陀佛 也行 想起哪个 念哪个 随便 这家神 都不算了 有点 爱 事宣庞 我 想起码 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